法國龐洛郵輪日利號首度來台 將金融港作為摩港 24日起航前往日本 展開11天深度跳島型 高檔內裝宛如海上五星飯店 餐廳還找來米其林三星主廚 更打破郵輪越大越奢華迷失 在客宿只有264人 主打高端行程 11天就要價26萬元 正好是我們結婚40周年 所以我們把這次當成愛之船的祕願 因為他叫我們穿夾夾偷 因為我們去南極穿的都是雨鞋你知道嗎 而且到那邊是很緊張的 那個浪來他就像一個喊跳過去 我的前身是 可是這邊他思頌我看夾夾偷 我們就覺得很輕鬆 這個可能比照 可是其實是很安全 有別於其他的郵輪 業者鎖定金字塔頂端客群 船隻更配備特殊的穩定系統 適合穿梭在島嶼河邊穿之間 船上更有探險隊員 帶領遊客前進難以抵達的無人島 一次 好 非常開心我們的日曆號在台灣 真的要進行守航的記者會 民廠的圓滿成功 密集的看到有郵輪能夠造訪基隆 然後促進基隆的觀光 但如同郵輪在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要做好各項的準備 所以我們城市行銷署郭處長 最近近日也都密集的跟我們 港務局跟我們郵輪的業者 大家一起來討論 如何能夠讓地方的經濟 因為郵輪而更活絡 那當然我一直提到 就是我們自己要逐步 更積極的做好這些準備 讓旅客下了船在視野 一看就有好玩好吃 可以觀光旅遊逛街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我知道今年我會講這個講很多次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把這些內容創造出來 還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所以今天很開心來到這邊 希望更多的旅客更多的郵輪能夠到基隆來 也祝這一艘旁落郵輪都能夠 遊客不斷在船上的旅客都開心幸福又快樂 疫情趨緩 游輪市場產生了變化 今年來台的游輪數 渴望達到350艘次 旁落郵輪是跨國歐洲非常知名的 這個探索型郵輪的知名品牌 那這次能夠選擇台灣基隆港 作為首航的這個母港 表示他對台灣這個郵輪市場的重視 那這一次旁落郵輪的這個母港的操作呢 會吸引到全世界來自其他國家80多位的旅客 以Fly Cruise的方式來到我們基隆 那加上我們台灣本地100多位的旅客 將近有200多位的旅客呢 能夠將進行這個到日本 進行11天的這個深度的陶宇的旅遊 整個郵輪靠婆的形態 重新去洗牌整理 那所以今年基隆港 過去基隆港是以母港為主 那是今年呢 比較特別的是到訪的郵輪 40個航制比母港的航制 30個航制還要多 這是過去少見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講說 目前到港的掛靠港的一個行為 航制已經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 那母港這一部分呢 我們去年到歐洲去去拜訪 旁落郵輪去拜訪MSC 去拜訪其他的郵輪公司去招攬 那目前呢 航制會慢慢的再繼續增加 除了說我們所知道它的探索行 可以去拜訪一些秘境小島 最主要也是 旁落郵輪自己本身 它就是一個奢華的代名詞 所有你只要一登船開始 你所體驗的所有的東西 都跟一些大型郵輪是非常有種不同 那至於說未來來講的話呢 因為旁落郵輪也好 或者相對的一些比較奢華 小型的探索型郵輪也好 那這些郵輪來講的話 日後呢也會陸陸續續來到亞洲這些地方 尤其台灣基隆為母港的方式去做 後疫情時代國際郵輪陸續重返台灣 帶動海上觀光復甦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阿尼 同 My Age